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股显得越来越弱 进入到6月底 那我们都知道 马来西亚的卖空金令到6月30号就要结束了 那会不会延期 如果没有延期 那空方力量被释放以后 7月份以及下半年会有怎样的行情 我们现在手中的股票买了很高的位置 那现在应该怎样操作 一会儿我们会用两个指标 来给大家快速的去判断 你的股票是该收还是该丢 好了 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 昨晚欧美股市的一个收盘情况 昨晚欧美股市呢 基本上都属于下跌的 你可以看到 欧洲的只有俄罗斯出现上升 那么美洲呢 我可以看到 基本上也是全部沦陷的 像道琼斯的下跌 就到达了710点 然后标普500是下跌了80点 纳斯达克跌了2.19 今天倒盘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亚太地区的表现 亚太地区的今天也是多数在下跌 葬的比较多呢 像上正 深圳 中小板 这是中国市场 像恒生呢 今天跌了125点 韩国目前跌了1.67 新加坡跌1.30 马来西亚跌0.92 我们来看一下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市场今天呢 是开盘冲高之后呢 开始回落 目前在回复当中 然后通过下边这张图来看呢 基本上今天属于跳空低开的 已经破了这个新低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风险就要注意了 其实一直以来 跟大家讲的都是风险的提示 进入到6月12号以后呢 我们主要是以风险为主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接近到6月尾 我们先来看一下道琼斯的表现 道琼斯的表现其实已经严重的不正常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前边我们曾经讲过一个规则 那这个规则呢 现在已经不再重复了 这个规则是什么呢 就是连续两天的下跌之后 通常呢 它会有上升 如果第三天止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在几次呢 在这前边四次下跌 暴跌两天之后呢 在第三天都收出了阳线 这个也是个阳线 还有这一个 以及这一个 但是在近期的6月11号 这个位置呢 它收的虽然是个阳线 但是呢 它没有超过这个一如一半 第二天也没有超过 所以说呢 就显得比较微弱 然后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前边它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在出现两天暴跌之后 出现了创新高 这个也创了新高 那么这个呢 是没有创新高的 没有创新高 打下来 在出现两天暴跌之后呢 收阳也创了新高 那现在目前 这个情况呢 很像哪一段呢 很像是这一段 大家这个跨度来讲的有点大 今天来看呢 就是说它很重要 为什么说很重要呢 如果说它要重复这个位置的话 你看这是一个十字一个阴线 是吧 一个十字一个阴线 然后呢 今天晚上如果收一个阴线 而且是一个比较大的阴线 是正常范围 然后在明天必须要说一个阳线 否则怎么样 这个行情就已经严重的不正常了 这是我们需要俩一起讲的 另外从确实角度来看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画一个图 那么这张图呢 也是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 那么今天晚上 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决定 每股是生是死的关键时刻 如果在此收阳线起来 还是不错的 如果跌破 然后第二天再下跌的话 基本上整个市场已经结束了 今天呢 我们用一种更加简单的思维来去解决 我们打开一个红黎彩虹 那红黎彩虹的指标呢 它可以非常简单的告诉我们 非常直接的 非常快速的告诉我们 你的股票有没有在牛市 那么这个彩虹呢 它有很多组线 我们重点是看这一组白线 白线被称为是牛熊分界线 当股价有效突破白线以后 进入牛市 如果回踩没有成功 那么基本上算是结束 什么叫回踩成功呢 就是回到白线 然后呢 再启动 或者回到白线以下 再回到白线以上 这样也可以 那就目前来看呢 每股的倒穷松叶指数呢 其实已经是在白线下方 而且炒价比例呢 有明显的减仓 那它可以来去判断指数 也可以判断个股 两个条件 一个是它的股价呢 还在白线上方 第二个呢 庄价呢 还有在50%以上 这样的话 我们认为它依然在牛市当中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从上了白线以后呢 开始进入一个非常快速的上升 那庄价在中间呢 虽然有减少 但是始终没有少过50% 所以这样的标准满足的话 我们就可以继续收入 如果说它没有过到白线 那你看像这种情况 它没有过到白线 但庄价也在50%以上 这种情况呢 也是不能够收的 只有两个条件 同时满足了 才可以 一个股价在白线上方 第二个庄价在50%以上 才可以放心的去进行操作 以及呢 你想要长期投资才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马股 马股的情况 马股的情况呢 其实前边呢 我们有给大家画过一张图 那么这个图呢 就是连接了这个低点 到次低点的这个位置 其实如果说我们看的话 它在前两天已经跌破了 这个上升趋势线 是吧 所以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它已经不在上升趋势 而且下边的炒价呢 也陆续陆续的减少 所以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征兆 然后刚才我们谈到了 彩虹白线 那么同样 我们也可以用来分析 TLCI指数 TLCI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勤冰的第一次的时候 其实在6月15号已经跌破了 这个彩虹白线最后一条 然后后边呢 反弹的时候呢 也没有回到白线以上 那么在这两天的反弹 其实也是没有在白线以上 然后截止到昨天呢 我们发现 依然在白线以下 那么下边的炒价呢 是倾向于不断减仓的 所以说目前来看呢 TLCI已经在白线以下 所以已经不再是牛市 或者说呢 它的这个突破是无效的 所以近期我们依然需要关注 它是否有出现 大幅下跌这种可能 因为今天属于低开是吧 低开完了之后呢 把这个平台给击穿了 那么平台的位置呢 是在1497点 近期都是在一线歪点附近的进行增大 同样我们需要看的是周线啊 周线里边其实已经是两周是吧 包括在上周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谈到 本周是谨慎看空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这个 上周的收盘价是收带了 大洋族的一半以下 所以说是短线看空的 那么比较让人担心的呢 是这个healthcare这个行业 因为大量的散户在高于买入 那目前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需要大家解释一下 在周线里边呢 基本上还是调整的 前边我们用了周线的六彩神龙指标 来去判断 当它的红柱还在降低的时候 它的调整是没有结束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周的时候 庄家的比例是90.217 然后这周呢是87.51 这周呢是84 那么到了本周的是83 到目前为止 但是本周还没有走完 如果本周走完了之后 庄家比例依然是比上周减少的 那么意味着它的调整是没有结束的 好了 这是关于这个行业 那么如果说我们简单看一下 它的庄家资金的话 其实是一直在减仓的 如果你看到的话 已经少过了75 这样的话基本上 作为这个短线投资的 以75为标准 跌破75 其实在这个位置就已经 结束了它的上升趋势 我们也可以画一个上升趋势 它最终的下跌呢 可能就会跌到这条线上来 跌到这条线上来 然后之后如果没有破掉就还好 破掉的话 那样整个趋势结束了 那关于这种强势股呢 它已经是非常强势的 我们可以根据趋势王的指标来进行判断 那趋势王呢 在它倒是蜡烛翻青色的位置 就是上升趋势结束 要开始下跌的这个点 然后在它翻红的位置呢 就是趋势转上的点 当然在进行买卖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看这个轻转红的时候 庄家是否有增仓 如果轻转红的时候 庄家没有增仓 它是一个无效的买点 所以说我们是根的 只有当我们发现 这个蜡烛翻红 而且庄家是比前边是有 增仓的前提之下 才是一个有效的买点 其实这个位置呢 也不是特别有效的买点 这个位置呢 不是有效的买点 我们来浏览一下 今天的盘面特征 接着到目前为止呢 指数是1490.08 跌了12.55 下跌 跌幅在0.84 其中上升的股票仅155 下跌的股票高达604 平盘的股票356 现在我们看到整个行业的表现 几乎全部沦陷 今天领跌马股的呢 是Energy 以及呢 我们看到比较多的 像这个Transportation 以及Logistics 还有像这个Plantation Industry Products and Service 这些都是领跌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Energy的这个行业 Energy的行业呢 其实按照我们刚才的标准呢 一直是没有突破 这个彩虹白线的 一直在白线以下 然后整个的趋势来讲呢 我们可以连接一下 其实它已经不再是上升趋势 其实在6月12号 已经跌破了上升趋势线 就已经沦为了下降趋势 并且下边的炒家呢 还是在减仓 那您的股票应该怎样去操作 是吧 如果说它已经在减仓了 减仓到58级以下了 这个时候你还不知道 那就可能怎么样 就开始下跌了 如果说你想要去 诊断你的股票的话 就可以发一个 您的股票代码 到下面的一方式 我们就会从刚才的分析的 这个方法给您做一个分析 好了 今天我们的早盘解析 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点击订阅频道 收看更多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